小黎叔 你能不能借我两头蒜 就是成头的没包的那种 看看你们家生意得夺火 算了没什么 等着 叔给你拿去 好嘞 干什么 真的是你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不会是 一路跟踪我过来的吧 我跟踪你 我从小就在这条街上混 你看见了没有 那个 我们家店 我跟踪你 不好意思 你们二位认识 不认识 培阳 你要的算 天哪 小黎叔 这也太多了吧 我就拿两头回去就算了 等了 全哥里边 跟我就别客气了 几头算不值什么钱 我跟你爸是忘年交 你都竟然叫我小黎叔了 跟叔叔还客气什么呢 我是冲我爸才叫你小黎叔的 还真把自己当我叔叔了 哪有你这么年轻的叔叔啊 谢谢了 不客气 什么情况 我跟这奇葩在国外回来的飞机上拿错箱子了 他跑我公司给我要去了 我奇了怪了 怎么能哪儿碰见他 你俩还有这缘分 什么缘分啊 我说你刚才听来那边看了好半天 你怎么不早说呀 什么缘分 你没看我发朋友圈啊 小黎叔 没啊 怎么了 没啊 怎么了 没啊 怎么了 为了感谢你 借算之恩 一碗小龙虾不成建议 随便吃啊 不够吃我再让我爸去尝 谁让你吃了 你不是说随便吃吗 我让小黎叔随便吃 我让你随便吃了吗 你给你小黎叔 我是你小黎叔的朋友 你小黎叔自然会给你小欧书了 谁让你吃了 你不是说随便吃吗 我让小黎叔随便吃 你保镖呢 你不是一直有保镖跟着 回不了家吗 我发现你这人还管得挺宽啊 我保镖跟不跟我管你屁事啊 当然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的箱子就关我的事 既然你保镖也没跟着你 我就跟你回家取箱子去 我不都说了吗 等我拿到箱子 我就会给你打电话的 你急什么呀 停 等你拿到箱子 你给我打电话 我箱子不在你手里啊 那我箱子在哪儿呢 我告诉你 欧阳 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箱子里 那个箱子以及箱子里的东西 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是敢把我的箱子弄丢了 我就 怎么着 你也怎么着 打我是吧 来来来 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来 可能你还不知道 你箱子里面的某些视频 我可是考了备份 你不会是想让全世界人 都看到某些人被打得 哭爹喊娘的样子吧 谁哭爹喊娘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把视频发出去 你这辈子都别想拿到你那箱子 两位 两位天气热烧暗雾燥 两位都是我的朋友 两位都是我的朋友 这样 给小黎叔一个面子 让欧阳把小龙虾吃完之后 咱们再好好聊一下吧 既然你是小黎叔的朋友 那我就给小黎叔个面子 但是想请小黎叔帮忙做个证 欧阳必须尽快归还 雷妹亚的箱子 不然我就上传视频 好 小黎叔作证 一言九点 欧阳 以最快的速度 把林美亚的箱子归还给她 好 美亚 在欧阳把箱子归还你之前 请务必保存好这段视频 不要外联 算是给小黎叔个面子 你看可以吗 你给小黎叔 我相信你 小黎叔 等你电话 谢谢你的小龙虾 随便吃 随便吃 不够我爸再给你尝 这奇葩东友吃不下去 问题是 你的视频 她真看见了 蚊子更炸的 别量你这人吃 蚊子更炸的 走